大家好,大家收看今集內容前,記得LIKE及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請我喝咖啡,澳門的朋友歡迎使用過掃耳 或者用MPA掃描右手邊的QR Code 香港的朋友歡迎使用拍著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讓我這個鐘錶頻道可以陪伴大家走得更遠 最近勞力是出了一款左手錶罐的手錶 大家都覺得好像很新奇 但其實放眼標譚,出左手錶罐的品牌 其實都有幾個很有名的品牌 包括Panerai,Panerai出左手錶罐的手錶是最多的 亦是最有名的,已經是享負盛名 再來到IWC IWC幾年前都出過一款左手錶罐的手錶 再下來大家看看 Omega,Omega也出過一款 大家可以看到,嘩 好大過 左手錶罐的手錶 再跟大家看看 蒂陀,Tilter 蒂陀都出過左手錶罐的手錶 比勞力士早 雖然勞力士,其實他以前有一位資深的錶謎 分享過他一些Vintage錶都出過左手錶罐 但其實他這個運動款 其實也是第一次出 再下來,甚至Oris都出過左手錶罐 所以其實左手錶罐在錶壇來說 其實都不是一件新鮮的事 以及今集 其實主要想跟大家介紹一款 左手錶罐 立即開始跟大家介紹這款手錶 今集就跟大家看看這隻蒸弓 這隻蒸弓 都是左手錶罐 但這個左手錶罐是蠻特別的 它是左右開工的 它其實有9點鐘和4點鐘,分別有兩個錶罐 跟大家介紹一點點 其實它的直徑是42mm 厚度是13mm 亦都適合,這個尺寸不算太大 對於這些潛水款式來說 不算大的,42mm 其實都採用一個自動機械機芯 就是精工的機芯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材質上面是用 鋼的材質 鋼的錶殼 鋼的錶帶 製造一個物體 大家看到 它也是 製造了一個錶殼 跟之前有一些潛水款不同 這款製造一個物體 防水性當然會相對比較好 大家看到這個 錶帶的 挺漂亮的 整個整體的觀感來說 挺漂亮的 亦都有做一個夜光的黑度 還有指針 還有一個升旗 和日曆的顯示 其實它9點鐘的錶罐 第二點就是調整內圈 大家看到有一個 方向 東南西北方向 用來調整內圈 而4點鐘位 就是調整時間 和調整日期升旗 如果大家對這款 精工的潛水款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阿法市 看看 市大廈 或者去Facebook專頁 去詢問一下 這款錶的詳情 以及到底 賣了沒有 因為這款都 頗搶手 今集介紹到這裏 下集再見 大家 拜拜